一人之下的番外秀帖已经更新,本画的标题是维杀。 天草云斋伸出了第三只手,扑向唐膏和梁伍尔。 两人连忙拉开距离,天草云斋扑了个空,首分解出火骷髅怨灵。 下一秒,首分解出了大量的火骷髅怨灵。 怨灵冲向两人,梁伍尔大叫不好,被缠住就完了。 唐膏拿出主管,吹出粉尘,淹没扑上的怨灵。 下一秒,两人的身后发生大爆炸,炸的洞内势快落下。 两人快速朝着目标进发,没多久,就看到了阿云和牧村钢太郎。 牧村钢太郎已等候多时,召唤黑龙众,一大群黑蛇起来。 唐膏吹出粉尘,把蛇群炸了个稀巴烂。 急作,性。 阿云叫出了自己的僵尸,两人从天而降,性强有力地一击将地面砸碎。 唐膏和梁伍尔跳到一边。 性对付梁伍尔,急作则对付唐膏。 就在对手砍向自己的一瞬,唐膏和梁伍尔同时开启了乌烧甲的防御,将其击退。 梁伍尔是赤手空拳,而唐膏拿着首次打飞了镰刀。 梁伍尔虽然只有一只手,但也不是好惹的。 妈的,都当我的乌烧是摆什么? 唐膏知道,那个老婆子就是他们的主人。 梁伍尔刚太郎脱掉衣服,加入了战斗中来。 唐膏见梁伍尔刚太郎的目标是梁伍尔,一口掀气过去。 梁伍尔刚太郎的身上燃气了熊熊大火,然而这火焰的威力很快就减小了。 梁伍尔刚太郎的身上覆盖着绿色的气,梁伍尔想不到对方竟然这么能干。 身上带着蛇由自己的气罩着,蛇既保护你,你也护着蛇。 梁伍尔张开大口,丢下和自己战斗中的杏,对着木村刚太郎就呼出了一口红色粉尘。 木村刚太郎身上的蛇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蚀,被腐蚀的地方飞出虫子,不时发出嗡嗡的声响。 木村刚太郎立马跑路,回到了阿云的身边,像蜥蜴一样攀在石壁上。 那是什么?从没见过,那样恐怖的忍惧。 梁伍尔在战斗的同时,注意到了洞口有微弱的黄光,没多久,那光亮变得更亮。 一只手伸了出来,从唐膏身边经过,直接扑向梁伍尔。 梁伍尔就在跳跃的同时,被火骷髅怨灵抓住了脚,整个人摔在了地上,唐膏赶来支援。 梁伍尔就在倒地的瞬间,注意到了一旁的干尸和木野一刀斋。 梁伍尔拼命挣脱束缚,木野一刀斋叙事待发,根本就没看到刀出鞘。 梁伍尔的身上就被划出了个大口子。 这里木野一刀斋估计是故意朝梁伍尔的胸口砍,应该是想试试和阴太的差距。 因为梁伍尔倒地了后面还有天草云斋的金手,基本没有还手的力量了,才有闲情砍这一刀做对比。 这一刀,他是明显的不甘心,所以才切了一声。 倒在地上的梁伍尔看到了阿云、干尸以及木村刚太郎,尤其是看到这个干尸,梁伍尔就笑了。 之前就有过这个干尸的伏笔,梁伍尔说要击退他,然后给了一个武器特写,有个针孔。 接着就是多记连刺,大干尸注入了这话给了特写的小红虫。 如今干尸到了主人身边,梁伍尔最后笑了,估计这是要极限换掉阿云和木村刚太郎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